不為中國施壓 繼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之後 五位美國參眾議員 十四號晚間抵達臺灣 引發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美聯社和USA Today報導 裴洛西訪臺激怒中國 十二天後美國會議員訪問臺灣 路透社報導 中國緊張情勢還在醞釀 美國議員訪問臺灣 法媒引述法新社裴洛西之後 美國國會代表團抵達臺灣 還引述了AIT和臺灣外交部的聲明 不過這一趟美國議員代表團 形成保密鬥家 連CNN訪問的國會記者 都大吃一驚 CNN更是請來的分析師 也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 羅金 暢談臺美中和台海議題 羅金也表示這一趟訪臺灣的行程之後 北京一定會有所反應 臺灣議題頻頻越上國際版面 也再一次說明臺海局勢 牽動全球 華視新聞 賴宏 何優菲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三嶺小鈴鐺 說明臺海福音公的主題 並且開啟小鈴鐺 兩句說明臺海